这一套一定要学 学了受用无穷 学了真的能保护自己 如果你要不学 几句不好听的话 就冒河三丈 你就下地狱了 他就这样把你送到地狱去 送到地狱的时候 他不负责任 为什么你自己下去 你自己发脾气 是你自作自受 与我们想干的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上岛 广长设想 是不忘语修成 所以佛说 三世不忘语 你过去 两世这一世 三世不忘语 你舌头撑出来 可以填到鼻尖 我们试试看 舌头能不能填得到 舌到鼻尖 三世不忘语 那佛的舌头撑出来 把整个脸盖到 给你做证明 我生生世世不忘语 这个习俗 在印度 当地人都知道 这个习俗 旺语是最严重 最容易犯的 所以在我们 无量寿经理下 讲这个 清净三业 把口语摆在地 第一句话就是 不积他苦 善乎口语 不积他苦 所有一切经里面 讲世善业 都是身口意 这样排列 只有这个经历上 他把口摆在地 下面这是身 这是义 让我们立刻就想到 口语是最容易翻的 所以这个排列 都有横身的意思 应当要许 没有理由去欺骗人 没有必要去欺骗人 人 在佛的心目当中 都是好人 所以大乘法律地说 人人是好人 四四是好四 善人 尊重我们的人 喜欢我们的人 对我们很好 我们说的是好人 我人 毁谤我们的人 羞辱我们的人 陷害我们的人 那些人 也是好人 你都要认识 他对我好在哪里 他替我消业障 我们五十大精神 造的无业多少 谁肯替我们消业障 这些人替我们消业障 我们不能有怨恨 我们要感激 为什么呢 造主我已 如果毁谤是四十 我们感激他 我们要改故自行 他提醒我了 如果不是四十 我们很冤枉 他造的罪业就很重 将来他要得果报 消我的业 他承受我的果报 我报 你说这多可怜 所以我们要 以自己修行 这些功德 回向给他 希望他将他在卧道里头 受苦减轻 这就是我们对他的回报 他现在造作罪也不知道 果报现前 他明了了 他才知道 我们对他一点恶意都没有 还在帮助他 这就是 怨截 自然就化解了 他跟我们这些怨 我不接受 这个怨就戒不上 他跟我戒的怨 我要想报复他 我想怨恨他 那就坏了 那就错了 那就变成将来 怨怨相报 生生世世 没完没了 双方都痛苦 这就错了 统统化解 一笔勾销 佛法最高的理论 指导的原则 告诉我们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或比计较的 都是虚妄 不是真的吗 你要计较干什么 人真的 要存好心 要说好话 要行好事 要做好人 灾难这么平凡 我们会很平安度过 我们天天生活的 非常充实 真的是在这里 积功累得 这个生活都圆满了 这个生活才真正是 方先生所说的 人生最高的享受 每一天都在积功累得了 任何人不能破坏 功德只是你自己拯救 陷害的那些人 在旁边山峰 为什么 他破坏不了你功德 他让你自己破坏 他来挑衅 来引导你 叫你发脾气 叫你贪心 叫你贪婪 叫你愚痴 我不听他的 我不发脾气 我不贪 我不吃 他就一点都不起作用 就不能上当 功德是什么人 都不能破坏的 魔王都没办法破坏 魔王他们能破坏出来 就是煽动 叫你自己毁灭自己 自己破坏自己 我不听他的 也没事 他以后就不来了 为什么 没效 这是释迦牟尼佛 八相成道理的视线 响母 你看佛用什么方法响母 用定功 如如不等 用慈悲 把它就化解掉了 这一套一定要学 学了受用无穷 学了真的能保护自己 如果你也不学 几句不好听的话 就冒火三丈 你就下地狱了 他就这样把你送到地狱去 送到地狱的时候 他不负责任 为什么 你自己下去 你自己发脾气 是你自作自受 与我们相干的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上当 我们自己成就 也成就他 你看这个意思多好 这种心叫善性 这才叫圆满 啊 阿 似